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从泰国搬回台湾 今年经历了怀孕生小孩 真不简单 这一集想跟大家聊聊 住在台北桃园繁忙城市的日子里 无法出远门 每天生活一成不变 渐渐失去创造力和生命力 也同时感觉到工作育儿的压力 所以我们决定去探索新的地方 带着宝宝出发台东 让我们开始这段冒险吧 台铁便当 送你 请脱了五个小时 我们终于要到台东了 看看游牧人带的行李有多少 好 对对对 我已经听很多人说 我们外国人喜欢的地方 见到好友Rachel 她是被台东土地黏住的代表 那我们今天要住的是什么 还有 我们要住的是松 松 这是住在Rachel自己设计的小木屋 宽敞舒适非常舒服放松 只买单程票的我们 没想到在台东待了八天 第一站迫不及待 我们来到台东的桑树溪 那个颜色 我冰好舒服 游泳在冰冷的水中 感觉非常的平静和开心 就连三个月的宝宝 也可以感觉到在大自然里的幸福 希望等欧马大一点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体验缩细喔 第二天 朋友Rachel借我们一台可爱的小车 让我们探索这座城市 贝壳刚刚在台北拿到驾照 所以在台东开车是一种新奇和兴奋的体验 我们的目标是三鲜台语 途中也停了几个景点 我们来到了都兰观海平台 好chill的地方呀 绿岛 对 这边有绿岛 还蛮清楚的耶 就在这里 今天的浪比较小 好像没有偶然在冲浪 看这个 一望无尽的感觉 还超级的蓝 我们现在在台东市都兰网成功的方向 这个金尊的一个view point 好漂亮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功鱼港吃海鲜 是当季的黑鱼鱼 Oh my god 好肥嫩喔 我现在在往三鲜台的方向断步 沿着海 越有海风很舒服 但是防晒还是要注意 三鲜台跨海步桥 约有四百公尺 串起了陆地与峡脚海湾 背着宝宝两个人黏呼呼的 但吹着海风走在步桥远眺大海 让人全身舒畅 快乐的想要奔跑起来 最近工作上遇到意外之事 或者说是困难吧 让我和贝壳回想起 开始经营YouTube频道 完全没有收入的两年 好多次自我怀疑想放弃 但因为住在小岛认识一群很正向的朋友 冥想和大自然也帮助我们 更确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并坚持下去 不受他人和外界的影响 才有现在的贝壳Ruby 集合集司旅行社 吃病的时间来了 成功一定要吃的 Let's go 成功豆花 热炸了 就来吃一碗豆花 我可以吃两碗吗 都立游客中心 都立游客中心 哇 气氛超棒的啦 重点是 这一片海呀 为什么它叫月光海呢 每年夏天 在台东举办的月光海音乐节 主要以自然景观作为舞台背景 主要以自然景观作为舞台背景 这一天我们前往池上 另一天我们前往池上 这个小镇因为稻田而闻名 稻田很美 尤其是在收割的季节 颜色丰富 早上 7点的池上 波浪大道 好美呀 好美呀 我们还在池上尝试了新鲜的豆皮 这个是必吃的美食 非常美味 豆包一定要点 然后豆浆 泡菜 最新鲜的啦 最新鲜的啦 中午天气很热 我们找到了一家舒服的咖啡厅 No.9 Gourmet Coffee 哇 我们在池上找到了一个beauty 整个咖啡厅 感觉很像家的 对啊 还有大片的落地窗很舒服 而且平日也没有很多 这也是220 他会给一个小甜点 然后我点的是手 葱咖啡 回台东的路上 我们停在美农冰品吃的冰淇淋 他们会有一些当地的水果的食材 超喜欢这里 就每次来就有一种很chill的感觉 肉浆很浓 嗯 嗯 好脆 对啊 外面现在超级热的 椰奶跟榴莲 我来吃吃看 嗯 榴莲好吃欸 啊 榴莲好cream 哦 离台东市很近的山源海滨度假村 是我们最常去的海滩 来到了泰洞 泰洞是台湾我最喜欢的地方 然后现在在这个海边 超级热的 很像街市的伊赛克湖 在台东市区我们发现了一些美味的食物 也包括贝格最喜欢的印度牛肉卷 台东在地美食还有文化都有很多值得探索 地方 现在来吃这家朋友很推荐的南王葱油饼 台湾人的葱油饼 好好吃哦 直接买酱汁 阿山哥臭豆腐 一出来台湾完全不敢吃 真的有的还不错 真的哦 这份小份是50块 没想吃臭豆腐 嗯 蛮厚的 哈哈哈哈 好不好出 嗯 太烫了 好棒 觉得很好吃 好久没来吃了 在这个北南部落有他们自己的路名 好酷哦 好好的 好好的 現在就是可以聽到這麼舒服的聲音 有時候很適合來聊到這樣 然後在給他一個休息 回來桃園後生活仍是一成不變 但因為心裡充滿了感謝 快樂許多,平靜取代了焦躁 自主代替抱怨 我們又再次充滿力氣和創造力 腦袋跑出了好多好多新的想法 有更多的動力想要好好工作 希望可以去地球上探索更多的美景 和家人一起享受每一分每一秒 在那邊 在那邊 在那邊